早在1989年我率先提倡緩會選 我最痛恨金錢污染政治 不過剛剛的這個題目 如果牽涉到捐款者的個人資料的話 我們可能要研究一下 如何在不違反個資法的情況之下 給予透明化 同時我們想最好是選委會來處理 不是只對本黨的統治 同樣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開口閉口都用民調 民調到後來對解是誰有錢 在電視上或者媒體做最大廣告的人 可能就是民調最高 所以如何擴大針對做民調 不喜歡怎麼樣的過度的廣告 可能也需要研究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們要求所有的參選的候選人 應該一體接受檢驗的 不只是這些小節 重點是他在台灣以外 國家跟地區有沒有存款 有沒有投資 有沒有制裁 說清楚 講明白 這才是根本 杜絕金錢介入政治之道 謝謝